排除就做了很多的困難 2017樂活南投139自行車百K挑戰賽 21號清晨6點在中心會堂前隆重登場 來自全國1500名各地好手摩拳插長 等待迎接百K多樣路況挑戰 在林縣長南投市長松懷林 與貴賓一同名槍之後 選手魚館出發 拉開賽事序幕場面壯觀 林縣長表示 這項活動全長約100公里 橫跨兩線六項鎮 結合了體育、觀光和美食特色 俗話說運動賺健康 身體健康要靠自己照顧 參加各項競賽活動 對身心有極大注意 希望年輕人能夠多多運動 強健體魄 這樣的一個運動 對每一個人的身心 是相當有幫助的 所以今天這個騎自行車 百公里的挑戰 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也希望我們年輕人 都走向腹外 都來參加這種運動 對身體健康才有幫助 這個穩動、探健空 所以大家都要 都要為了自己身心的健康 要多來運動 宋市長表示 這項活動從中心新村出發 串聯南投、彰化兩線 貫穿南投、草屯、中寮、集集、民間、分園、六大鄉鎮 沿途風景修例 幾具挑戰 大會也特別準備了南投在地美食 讓選手補充體力 那麼大家都知道 南投其實要提振觀光 是要大家一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總共走了有六個鄉鎮 包括我們的分園、兩個縣市 那麼經過我們的南投中心村 到騎到我們的草屯 再騎到我們的中寮 再到集集上我們的壽天宮的民間 然後再從中國坑下來到我們的一山九線 從墜園下來 總共是一百キロ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路程 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的天氣很好 相信他們今天會沿路行上 到我們南投的好風光 當地活動從中心高中大門口 勉強出發 沿途地形起伏 景色優美 選手們各個全力以赴 有些以小隊方式互相輔助前進 有些則各自發揮 還有父親以附掛拖車的方式 帶著幼兒一起參加挑戰 為今年賽事增添一段溫馨話題